下面呢我们就讲讲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知识点就是反而是讲的比较世俗了 就是这个一个人是不是看一个人怎么好色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你的丈夫 看你的妻子 看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等等 甚至看你自己对自己的心性的一个把握 这个东西都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我对我自己还不了解吗 实际上你对你自己可能真的不是很了解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心性 他不会认识到自己有错误 就是你一旦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了 你深切的感受到你这种个性是错误的 你一定会去改正他 如果你只是说我认识到了 我知道了别人说我有这个缺点我也知道 但是你如果没有去改正他 或者没有动力去改正他 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他 你会觉得他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这样 比如说有些人懒惰 有些人保守 有些人老是犯糊涂 有些人老是刷小聪明等等等等 各种人都觉得自己的这种个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有些人 你是不是好色 你是不是太多情 太容易好色 好容易怎么着 其实个性上来说 你应该去自己做一个审视 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我们从八字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说八字里面这种桃花 如果缝和的话 缝和 就是你有桃花 自我毛有啊 并不一定一定是活色的 那如果桃花再缝和就不一样了 因为桃花代表有一种桃花运 缝和 比如说三合六合呀 天干干五合呀 代表这种人缘比较好 人缘比较好 大家都喜欢跟你做朋友 然后自带桃花 那这个桃花就代表异性缘吧 所以就代表这种感情的结合 如果桃花跟沐浴有相同 沐浴就是怎么说的 这个长生沐浴 沐浴就代表洗澡 你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要给他洗澡 洗澡要脱衣服是吧 那么沐浴 就 就可以跟桃花 如果再结合的话 就带着这种 有点带着这种色情的程度 所以说沐浴也代表感情的外泄 外泄 所以另外呢 如果桃花做七杀 那这是女命来说了 比如七杀代表情人 男人是吧 所以桃花如果再做七杀 这个说的桃花做七杀 桃花不是在天干 这个意思指的是桃花就是七杀 对吧 就是桃花杀 这种东西的桃花 桃花做这种桃花运 是吧 七杀呢 就是这种进取形 占有欲有 冲动 所以说就有这种关系 他就是如果八字过奏 过湿 过奏 就是一个八字 如果活土 过多 则干燥 这个我讲的八字的案例里面 应该有一个 有个案例是这么讲的 如果这个八字太干燥 他就对这种水的这种 有种百年的渴望 他就对这种水的性的方面 有一种渴望 所以有厚似 另外如果八字水太多 那水代表什么 水代表情欲 代表肾功能 水就肾 肾功能好 这种性的渴望 也比较强烈 所以说这两种 它有个缺 它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八字水过旺 代表肾功能好 是百年的一种好色 如果八字活土 过多过躁的话 这种人的好色 是一种需求 是一种需求 不是一种本能 这种人如果过于好色的话 对他的身体的损毁 也是很大的 但后一种 八字如水过旺 肾功能虽然很强 但是你也是太好色 太游脸 这种色情之事 那最终也是损好你的 是一样的 实际上 那么三合六合多的人 像当然这个也差不多了 三合六合多 合多 那这种人际关系 比较广泛 人缘比较好 谁都愿意跟他 成为朋友 我之前讲过 八字合多的人 他的处事态度 就代表着 他见了谁 都想跟他和气 和气 联合 合作 做下来好好谈 不要用冲动 不要冒犯 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种人 他就是容易多情 容易跟大家成为朋友 那这种情况下 时间久了之后 那也容易发展成 这种感情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这种男 就是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了 比如说这个男人 这个正偏财 正偏财过多 这个女人观察混搭 这个也是跟这个相关的 也是相关的 因为男命来说 正偏财 有什么 如果天干上 如果正偏财混搭 地址里面 复兴会被冲了 是吧 那有什么 有妻子 也有情人 异性缘好 情人多呀 如果女命观察 如果女命观察混搭的话 说明这个有丈夫 也有可能有情人 有丈夫 也有可能有情人 因为观察 就是代表 对女的来说 观察就代表 她的这个男人 那么感情上容易心智不坚 一无私情 更云变 当然也要夫妻共被冲 这个意思 要观察 你要做好一个判断 到底代表她感情 还代表事业 她就是身若时尚多 而旺 没有硬 身若时尚多旺 没有硬 这个时尚代表 我泄出来的东西 就是我发泄出来的东西 可以代表我的个性 心性 聪明 才华 也代表性 也代表性 代表自我控制能力 比较差 因为是身若 你身强的话 他就不怕泄 你泄的东西 你就能够控制得了 他 就代表你说话 言之有误 做事 就能够脚踏实地 如果身若时尚旺 那代表你胡思乱想 你自我控制能力差 容易心缘一码 放纵自己 就是没有硬 就没有道德约束 缺乏管教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种人 无论男女 感情混搭 感情生活就比较混乱 那就是少年走偏财运 偏财运的时候 也是容易心思杂乱 早恋 以前讲过 其实无论男女 早年走偏财运的时候 偏财都代表一种物质的欲望 喜欢玩乐 这种情况 喜欢钱财 早恋 不喜欢枯燥的读书 这种情况 下面我们讲一下案例 这个案例 实际上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 讲过一次了 实际上是指的是 这个人 就是女命 女命这个财心比较多 这个耿精生在银院 三个阴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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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复兴供服应了三处 天干又观沙混搭 这个一看就是感情 感情不衰 感情比较容易混乱 然后三个阴幕又是三个偏财 是吧 三个偏财 偏财就代表这种 偏财代表多情 欲望 代表战友 享受 这种情况 而且偏财 都就是三个偏财 都去生年干的七杀 兵火 七杀就代表外面的男人了 财生杀旺的话 男人就喜欢他 因为这个人说明忘男人 他容易招惹男人 因为他的台多 他就会去生 这个官杀 那这个人来了之后 跟他在一起快相处 感觉比较愉快 这种感觉 就代表招风眼睛 而且从神下的角度来看 这三个阴幕都代表什么 代表天一贵人 都代表天一贵人 三个贵人也是代表男人多 咱们讲过 这种贵人多 男人来说贵人多 你的贵人也是男人 这是个男权社会 对女人来说 你的贵人多 其实贵人也往往也是男人 是吧 然后在2009到2018年 走丁亥大运 在走丁亥大运的时候 这是一个正观大运 相对来说 还好一点 由于正观 是代表一种道德的约束能力 代表循规导具 正观代表丈夫 婚姻公 虽然淫亥 虽然合了夫妻公了 但现在是比较稳定 然后到了19到28年 丙虚大运的时候 这是个七杀大运 相对于正观 七杀代表外面的男人出现了 不稳定了 然后这个荧幕 这个荧幕 跟这个大运的虚土 是一个拱合的关系 这里面是个拱合 拱出一个无火来 拱出一个无火 这个无火就是这个丙火的一个扬刃 从感生角度来看 从欲望角度来看 就代表这个七杀的一个刃 刃可以代表刀 是吧 从生理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代表生之气 然后19年就是极亥年 极亥年的时候 然后银亥又合 合到了福气宫了 合到了福气宫 然后就有这种出轨的行为 出轨的对象是谁呢 咱们就要看上这个亥水 由于是极亥年 浮引到这个亥水 它的天干是一个丁火 而且这个亥水里面有一个甲木偏材 就是这个偏材 这个甲木就是这个银木 有一个偏材 就能够去生这个丁火 而且它本身是 本气是亥水 亥水又能够合这个丁火 所以说它出轨的对象 实际上是这个丁火 代表的一个形象 这个丁火为石柱 石柱为小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男生 实际上代表比较小八岁的一个男人 这个案例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 然后再讲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就是声音旺 声音旺 叱杀旺了 感情比较混乱了 这个案例是低纤随伤的 实际上这个案例 它是一个娼妓 一个娼妓 其实古代的娼妓 它跟现在还不太一样 古代的娼妓 就在青楼里面 青楼就是指的是歌舞场所 有古代的娱乐场所 里面的人也有说可能是说同时这种 这种皮肉声音 也有可能就是说卖艺的 卖艺不卖身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人水生在沉月 人水生在沉月 你看这个 首先这是一个害水 这里有个害水 你会发现它就不是很弱 这里还有一个阴影来生 就只要有 我们就讲了 只要有根就不弱 虽然是在沉月 它肯定是不得令人 因为沉土会一刻人寻嘛 但是它在害时 然后由心经来生 它就不弱 不弱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沙非常的旺 这都是沙 而且还有财生沙旺 沙旺 这可以认为是生旺沙旺 当然沙比生又旺 沙比生又旺 然后呢 这个欺杀其实有三个给 三个给 你可以认为是连成片了 连成片 那就是男人的缘就很多 男人的缘比较多 而且那么说 炳火偏财 代表这种玩乐的心态 玩乐的心态 它又去生这些欺杀 生出这么多欺杀来 欺杀的地质 有明有暗 我们认为 比如说这个沉土 可以认为是这个戊土的根 但是这两个沉 这个沉土 跟这个虚土 你就不能认为 可以认为都是他的梗 但是他在藏着这个根这么多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认为是明暗都有 明暗都有 虽然就代表人 男人就比较多 而且偏财能够生这种欺杀 就招风尽别 虽然有个正印 虽然有个正印 但是丙心一合 丙心一合的话 这个正印的力量 也不是很强了 已经 然后呢 这就是 这个 月主跟日主 还天刻地冲 月主跟日主 天刻地冲的情况下 就是主要 咱们只看夫妻公被冲了 夫妻公被冲 比这个程度冲 比这个程度还冲 那就代表 他没有感情不稳定 婚姻不稳定 实际就是没有 没有正缘 没有结婚 没有嫁来 就在青楼里面 而且这种 有杀无印的情况下 虽然有一个印 但这个印 他化不了这些杀 这代表男人多 都是无情过客 之前我讲过 一个贵妇人的把子 都是杀印相生的 贵妇人的 就是出生 家庭比较好 然后嫁的老公 男人 是当官的 也比较有权势 他自己呢 也是贵太太 这种情况下 都是杀印相生 就是虽然欺杀 代表这个男人有权力 但是他用印来化这个欺杀 就代表最终 这个杀生印 印生他 代表这个欺杀是为他所用的 最终就是这个男人的权力 是对他来说是有作用的 也相当于 这个 你丈夫非常有能力 有权势 你也是成为贵妇的 有这种情况 这个八字就不对了 这个八字如果这个心经 跟这个兵活换一下 还好一点 心经跟兵活换一下 他就能够把这个 欺杀的 这些凶性化了 化了 引到他身上来 他有可能变成个贵妇来 那就这个人呢 又是早年都一抹大运 你看早年十几岁的时候 都一抹大运 就伤官大运 伤官就代表挑剔 爱慕羞 当然伤官就代表财义 所以这个人就是 很小的时候 就是比较有财义 也贫习比较高 可能说有机会吧 嫁给一个这种 这种少年屋 但他可能不愿意 不愿意 但是又有才华才艺 可能到最后 因为各种原因吧 就轮轮到青楼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再看这个 这个就是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 地下搜集团的一个案例 就是丁火 你看生的紫月 这里 孩子丑 嗨子丑 三会水 这个切下去非常 哇 就克他 但是这个丁火 虽然是个阴火吧 虽然震撼一个人水 但是这里面有个甲木 甲木的力量很旺 甲木就生他 甲木的根 又在银木上 甲木的长生就是汗水 所以说这个八字是 杀旺硬旺 然后又丁火 这个人就说 这个八字不是杀硬相生吗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八字是杀生硬 硬生他 这个好像是不是贵妇人的八字 其实这个也不是 就是前面讲的这种贵妇人的八字 还有一点除了杀硬相生之外 他还有一点就是自己要生旺 他不能够生太弱 不能够生太弱 这个八字你会发现 亥子丑最差的就在亥子丑这个地方 亥子丑三回水之后 就是三回的是一个夫举 夫举 然后就代表男人多 然后这个都透出了来为七杀 你可以认为这个七杀有三个给 明暗都有 那代表这个七杀代表男人就非常多 叫明夫 暗夫比较多 而且 而且呢就是这个八字上讲的东西比较多 就这种官杀多呀 如果地支里面在藏着财心 藏着财心就是支里藏干藏着财心 像就是这个心经里面 这个仇徒里面藏着这个心经 心经财心是藏什么的 这个财心是干什么的 财心是生杀的 对吧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财心谢这个世神的力量 生这个七杀 所以七杀就特别特别的旺 所以他的小心思呀 小想法呀 也在去 也在去招着男人 这种这种感觉 讨好男人 这种心态 因为财去生杀 就一定代表 杀对比男人嘛 他用去财去生 他可能代表为男人去花钱啊 去献殷勤啊 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财子是命在讨话嘛 你看这种子水可以讨话啊 就容易就容易感情 就容易交参目赦啊 他就是 这种财子如果这种 七杀比较强旺啊 七杀旺啊 浮功啊 到七杀所合啊 这财子就是这种特别 七杀旺啊 然后浮功啊 又合成啊 七杀旺了 就代表这个情人入局啊 情人入局啊 有种当天房啊 偏士啊啊 这种情况 或者是当小三啊 在国家的时候 也容易成为青楼女子啊 这种情况啊 那就是啊 这种女命如果日元比较弱啊 那就是克谢交加这种情况啊 其实主要的是这个仇吐谢她啊 然后官杀来克她啊 这种情况下啊 就容易感情啊 婚姻的拓着堕入封城啊 其实这个拔子啊 还有一个就是官杀混杂啊 官杀混杂 其实这拔子 如果金融活在里面 其实有个根的话啊 他如果生在四十的话啊 这个地方不是正关 就就就就能够稍微好一点啊 当然害这时候 三个会水啊 也是不太好的地方啊 然后呢 关于这个拔子就是还可以在 还有其他地方 还有其他东西啊 就比如说啊 这个拔子 核还比较多啊 核还比较多 你看天干有定人核是吧 天干天人核啊 地质害子丑啊 三会水啊 银害还有遥和啊 其实这个遥和 其实你都不 为什么 有时候我会说啊 这个这个年制跟时制的这个核 隔得很远 我说有时候不论 为什么这个可以论呢 这个为什么可以论呢 你可以想一下一下 就是因为 这个是害子丑三会水啊 这三个都是水 都是水 他就可以直接去生这个银木 啊 生这个银木啊 银害和木的意思还是和木啊 还就是生的本质 就是水生木呀 啊 所以说 一和之后 你可以认为害子丑都是水 啊 害水的力量就可以传导到这个地方来 就可以去和这个银木啊 啊 所以说这地质有和啊 天干有和啊 这这种这种拔的女命啊 如果拔的比较和的比较多 他就容易耳根比较软啊 容易意志不坚定 个性受迷惑啊 所以说男人跟女人不太一样 一个男人如果这种人缘比较好 他就朋友比较多 相处比较多 女人 如果这个人缘太好了 啊 这就再说 这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嘛 他身边男人 肯定也会很多 知道吧 他就容易就是 说什么 人家说什么 女人他本身就容易 一种同众的心意 啊 容易这种意志不坚定 啊 人家就是说啥他信啥 人家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啊 这就容易受迷惑啊 特别是小女孩 啊 在这刚组成社会 啊 就容易侮辱其徒啊 啊 然后呢 这就是女命这个 桃花带荷的话 啊 就是有用说法叫 外貌尊重内义风流啊 啊 外貌尊重啊 内义风流啊啊 就是比如说这里面有桃花啊 有带荷了啊 就是从表面上看这个人 哎 看着比较一本正经 但是内心深处 可能就这种啊 一种风流的这种本性啊 呃 那就是拔的水多的话 就是性率比较强啊 这个拔的就是水 从五行的角度来讲了 五行的角度来讲啊 水比较多 有那种迷惑啊 他就是啊 钉刃河 钉刃河是一腻之河啊 之前我讲过 钉刃河呀 丙信河呀 都有来带着这种 这种色情的感觉啊 但是并不是你有 他就是啊 他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太过了 太过了啊 就把你会发现 钉刃河太过了 就是这个人水太多了 水太网了啊 而且河的太多了啊 那他才会表现出 这种这种这种笑来啊 不是说见到钉刃河 真的钉刑河都这么论啊 那就是从神社的角度来看啊 就是如果女命 有天一贵人啊 跟一马同住的啊 就是年干的这个害水啊 因为从日主起来 四有丑嘛 四有丑的话啊 四伙将冲的是海水 就是他的一马嘛 这是海水 海水的话 从丁火来看的话 海水就是他的天一贵人嘛 就是女的 如果这种一马 跟天一贵人同住的话 异性缘也比较好啊 也容易有感情复杂啊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你可以想 天一贵人代表他的贵人啊 对比一个男人 帮助他的一个男人 一马来对比到处跑啊 就代表这个女的心性不定了 到处跑啊 到处跑 走到哪里面啊 都有这种人能够帮他啊 啊能够跟男人打交道呀 啊就这种情况 啊 其实这个这个 这个女的天一贵人 一马同住的话 如果单看这一条的话 呃 其实你并在现代社会的话 你可以认为这个女的 是用事业性的女性 啊 销售能力很强 啊 业务能力很强 啊 你不一定说一定去变成这种 啊 感情复杂啊 啊 交集啊 这种东西 啊 当然他这种女的肯定是这种 遇到的这种烂调话会比较多呀 啊 这种诱惑比较多呀 啊 啊这个自然是难免的啊 好了 呃 这些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讲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聚焦啊 讲的内容呢 就是知识点 就是只讲的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感情容易有烂谈话呀 容易耗塞呀 容易欲望比较强大啊 其实主要的还是讲的一些女命啊 但是男命也很多呀啊 男命也很多 但是可能的话 对待感情的这种分析的话啊 可能从女的教授来分析的话 可能会分析的 可能会更直观一下啊 因为女人跟男人还不太一样啊 因为一个女人一旦感情混乱啊啊 风流浩色啊等等 可能对对这种对我们社会的这种道德观的冲击更比较大啊 这个有啊 如果男人而且能够对这个女的命运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因为一个女的感情的不顺啊 出现一些感情的纠葛比较多 对她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啊 男人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冥想 男人可能会有的男人 感情很混乱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她的事业啊 甚至更有的 有些这种豪门啊 这种男人这种很有强的男人 可能都没有影响到她的家庭啊 这是男女还是不太平等的啊 好了这一会儿就讲到这里